第十一节 拿破仑时代的欧洲 经过法国大革命的洗礼 法国及欧洲各国的封建专制制度 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资产阶级的自由 民主和平等思想 得到广泛的传播 法国大革命的国际影响 在世界近代史上是无以伦比的 而拿破仑战争 作为法国大革命的继续 又将大革命的影响进一步的扩大了 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 从伊比里亚到东欧 从英伦三岛到纳布洛斯 都普遍发生了革命运动和变革 资产阶级在欧洲范围内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法国和拿破仑战争的冲击作用 是不可低估的 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 在欧洲所起到的这种积极影响 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情况 一类是被法国兼并的地区 一类是拿破仑的卫星国 第三类是反法联盟的主要大国 下面我们分别看一下 首先是在合并地区 全面推行新制度 法国东部北部的那些毗邻地区 都是一些弱小民族 他们饱受奥地利的压迫 经济文化上又与法国有密切的往来 所以对法国革命最敏感和最热情 革命运动也来得最快 比如在比利时瑞士等地 法军开入之后 就驱逐了当地的反法封建势力 当地的革命者在法军的帮助下 建立起了新政权 并且召开国会 他们鉴于自己力量太弱 故寄希望于法国的保护 甚至提出合并于法国的要求 到拿破仑称帝的时候 并入法国的地区就有亚维农 奥索尼德兰 莱因河左岸 意大利西北部各邦等等 法国对这些合并地 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 比较彻底地扫除了封建势力 并且全面地推行 法国的政治 经济 法律 文化 和宗教方面的新制度 因为这些地区 比较彻底地扫除了 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 因此在19世纪 欧洲大陆工业化和民主运动中 正是这些地方走在了最前列 比利时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1795年 法国正式合并比利时 统治达20年之久 在法国统治下 比利时经历了一场 深刻的社会变革 进行了全面的资产阶级改造 废除了原有的 封建制度 贵族特权 天祖教会 也得到了根本改造 比利时由于全部的采用 法国的立法和基本制度 人民就获得了一系列的 法国式的民主自由权利 经济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为自由竞争和资本主义发展 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而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令 对于比利时利多必少 因为它免除了英国货物的竞争 使得本地的工业得到保护 而作为拿破仑帝国的一个部分 比利时还获得了广阔的市场 可以在全帝国及其卫星国 销售自己的工业品 所有这些都刺激了比利时的工商业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 比利时就开始了工业革命 它成为欧洲大陆上新工业的故乡 第二个方面是讲 对卫星国进行的社会改造 在莱茵河和玉北河之间的 这片地区先后被法军占领 并且由都政府和拿破仑 改组为五个卫星国 即荷兰王国 威斯特法利亚王国 莱茵联邦 瑞士联邦和意大利王国 除了上述地区之外 拿破仑还建立了另外三个卫星国 即纳布勒斯王国 华沙大公国和西班牙王国 所有这些国家都处于法国的控制之下 后期大多数由拿破仑家族的成员当国王 卫星国都同法国签订了同盟条约 要向法国缴纳 要向法国纳税和提供军队 此外呢 法国对于他们还有其他方面的掠夺 法国对这些卫星国呢 也都进行了各种改革 但是呢 程度有所不同 这些地区虽然没有全盘的法国化 但是都破坏或摧毁了当地的封建制度 大量的移植了法国的新制度 所以因此这些地区同样也经历了一场 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度的变革 在所有卫星国中 以莱茵联邦 威斯特法利亚王国 瑞士联邦等变化最大 前两个呢 属于德意志 这里原来是小邦伶俐 后来被拿破仑强行合并为两个卫星国 客观上缓和了德国的分裂局面 拿破仑为铲除反法联盟的社会基础 和争取人民的支持 在这里呢 进行了大量的改革 威斯特法利亚王国的国王 是拿破仑的弟弟日罗姆 日罗姆呢 在这里颁布法国式的宪法 采用拿破仑法典 改革商法和刑法 废除农奴制和封建特权 建立法国式的行政制度 他并且呢 重用人才 重视文化事业 改建了原来的大学 任命翻译拿破仑法典的 莱斯特主持歌厅根大学 我国著名的学者 季献林在1930到40年代 曾经就在这个大学留学 学习了梵文和图火罗文 那么他的回忆录 刘德十年就记载了这一段 在歌厅根大学学习的经历 而日诺姆的统治呢 使得威斯特法利亚王国的政治稳定 文化和经济有了进步和发展 文化和经济都有了进步和发展 而瑞士联邦在法国控制期间 变革和进步也非常显著 在拿破仑的支持下 瑞士的封建势力受到了决定性的打击 原先松散的邦联被改造成 统一的共和国 后改为瑞士联邦 后改为联邦共和国 由于政治趋于稳定 经济出现繁荣 文化大有进步 瑞士后来成为欧洲大陆 近代工业民主运动 最先进的地区之一 第三个方面是反法联盟 反法联盟的变革 英国 奥地利 俄国 普鲁士 四国是反法联盟的主体 他们也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当四次反法联盟都被拿破仑粉碎之后 这四个国家的政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也只得多少采取了一些改革的措施 而这四国的改革 以普鲁士最有成效 普鲁士在参加第四次反法联盟后 由于在耶拿惨败 被迫与法国签订了屈辱性合约 普鲁士因此失去了一半左右的领土和人口 还要向拿破仑缴纳大量的赔款和占领费 1806年到08年间的这一类支出 用去了王国的全部财政收入 普鲁士沦为拿破仑的附庸 也正是由于民主危机 普鲁士被迫加入了德意志民族复兴的行列 而且站在了最前列 从1807年起 威廉三世国王重用来自德意志各邦国的英才 包括斯泰因 哈登堡 塞安霍斯特和格内斯诺等人 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1807年的十月司令 是普鲁士全部改革的基点 司令宣布废除农奴制 农民获得人生自由 获得购置地产 选择职业的自由 允许农民赎买封建义务 十月司令开始了农村的变革 他打击了贵族的基本特权 为农村中资本主义发展 军事近代化 和向农民灌输民族主义打下了基础 普鲁士把军事改革作为一个重点 改革的内容包括 实行普遍的义务兵役制和后备兵役制 把知识才干作为选拔军官的条件 而不考虑其社会出身 设置总参谋部等 经过这些改革 普鲁士军队实现了静代化 战斗力大增 从而为民族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保障 在经济上 普鲁士还鼓励社会各界人士 从事工商业 废除行会制 给予犹太人同等公民权 层次由市议会选举的官吏管理 这些措施都有力地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 在政治上制定专门的法规 改革行政机构 给普鲁士的官僚体制注入新的活力 教育文化的改革也非常受到重视 普鲁士实行出版思想信仰的自由 设立教育部 教育家洪宝被任命为教育部长 他提倡教育救国 他认为拯救普鲁士 复兴得意志 只有革新教育 鼓励民族精神 所以在他们的推动下 普鲁士建立起了 包括初级中级和高等教育在内的 一整套教育体制 把更新科目内容 把民族主义列为 学校中最重要的教育内容 经过教育改革 普鲁士的教育在欧洲名列前茅 特别是高等教育 更具有国际影响 普鲁士的改革不仅是 普鲁士向资本主义社会 转变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的起点 而且也为普鲁士 摆脱拿破仑的压迫 做了充分的准备 他还是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者 普遍转向普鲁士的开始 谢谢 感谢